如果你愛好登山錄影 並且有使用空拍機的習慣 或者是常常到了咖啡廳為了AC插頭而搶坡頭的朋友們 你應該看看這個產品 哈囉!我是Danny 歡迎來到秋天聖旅行的開箱系列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項產品是 Android Pro的AC萬用行動電源 為什麼要分享它呢 因為它已經是我出去旅遊必帶的裝備之一 當時我想要購買這項產品的原因是因為 我到了週末可能會去爬山或是出去玩 可能的時候我會使用相機或者是空拍機來去記錄的過程 基本上我使用的電量其實還蠻大的 空拍機的機型是DJI的Muffy Air 它不像Spark 它可以直接像我們平常使用的行動電源 直接幫它去做供電 雖然我的空拍機的電池已經有三顆啦 那相機是有兩顆 但是基本上還是沒辦法滿足我的電量 所以我就上網找了這台Android Pro的AC萬用行動電源 它目前就可以去解決我這些問題 去咖啡廳我用我的筆記型電腦來去看電影或是打包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的筆記型電腦去做供電 不管是手機啊或者是其他的3C用品 它都可以去做使用 在產品外觀的部分主要是以霧面材質設計 主要可以有效的防止產品刮傷與指紋的殘留 在產品的上方可以看見兩個AC萬國插座 與兩個USB Type-A充電孔 在側面的部分可以看到一個DC的充電孔 與USB Type-C輸出孔 在產品的背面有產品的中英文詳細規格資訊與磁滑設計 在正面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總開關 與電源剩餘顯示的螢幕 產品的配件的部分有使用的說明書 專用的偏壓器 AC的充電線 以及原廠的龍布袋 接下來在實際測試的部分 我以DJI Mavic Air 與2017年15吋MacBook Touch Bar實際去做測試 使用DJI原廠三顆電池與做充實際測量後 42K EnerPod AC萬用行動電源 還剩餘的電量約有60% 在使用15吋MacBook Touch Bar 87W做充實際測量後 42K EnerPod AC萬用行動電源 剩餘的電量約有25% 接下來在優缺點的部分 我覺得它最大的優點是它有5個充電孔 包含了兩個AC兩個USB以及一個Type-C 可以做同時的供電 那第二個優點的話 就是它前面會有一個機身的 剩餘電量指示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也還蠻方便的 不像我們其他的一些行動電源 它只有4個燈 那就分別為75到100 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剩餘電量是多少 那如果它有一個LED的顯示燈 那你就可以明確知道它現在剩餘多少的電量 最後再最大最大的優點 那就是這一台42K的部分 它是可以帶出國的 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的隨身行李帶出國 根據了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檢測IATA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它們有明確的規定就是 行動電源它是要在小於160Wh以內 才能帶上去飛機 那這台以42K的部分 它是153.92Wh 所以剛剛好符合在160Wh以內 可能它們當時所設計的時候 就是要符合一些商務人士 他們可能會在洽談的時候 會使用筆記型電腦 你有這台42K的話 你帶你出國 你像比如你出國要使用空拍機 相機 任何的一些3C用品 它都可以用得到 當然講那麼多優點啊 它還是有一些缺點 我認為它最大最大的缺點 是它的重量 它有1.2公斤 體積我覺得算 也是有點大 但是它的重量其實是蠻重的 如果是正常的女生 還要拿起它 或是背一個斜肩包的話 我覺得是有負擔的 除非你背雙肩 負擔比較不會那麼重 但是以我的經驗 假設我已經爬山 已經爬這麼高 花那麼多時間 花那麼多精力 已經在那邊了 結果我不能拿我的手機 不能拿我相機去拍下當下的美景 我覺得我會非常的懊悔 所以我寧願多做一些重量訓練 以及體力 我也要硬把它也把它背上去 好啦 今天分享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假設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 並且給我一個讚 如果你對於這項產品 還有其他的疑問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見